日本網球好手加藤衛維 在法國混雙決賽 盤盤好球或全場歡呼 德國籍搭檔普特茲 開心擊掌 法網報名截止前兩分鐘 加藤和普特茲才決定要搭檔 結果一路闖進混雙決賽 他們以4比6 6比4 10比6 拿下逆轉勝 加藤衛維也收下個人 第一座四大滿貫的冠軍 一姐四天前在女雙 遭到取消資格的怨氣 加藤衛維在頒獎典禮上 男演激動土露心聲 他說這幾天心情很煎熬 畢竟他不小心打中球筒 卻因為對手之一刻意傷人 最後被取消女雙的比賽資格 加藤衛維成為日本網球史上 第三位稱霸法網的混雙冠軍 他可以分得約新台幣205萬的冠軍獎金 加藤衛維更在賽後 和他擊中的球筒合影親手送上禮物 儘管女雙被取消資格 但加藤的運動家精神 已經征服法國球迷的心 TVBS新聞送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